月23日星期四晚的最正分析 因為之前那幾天 譬如要下午做 為甚麼呢? 因為晚上要去元朗 21日和22日 昨天在將軍澳 陳彥霖同學兩年 所以晚上要出去做直播 不如這樣 下午先做了最正分析 星期四 就回到原本的時間 再想想 我只是想著星期六先 不如不用了 今天星期四 就回到大家比較喜歡的夜晚時間 11點多 好了 進來大家看看夜晚 有沒有通知有沒有推播 另外 聲音畫面 然後進來可以給一個like 多點分享 多點去推播 因為之前有幾位老友 包括杜庫 甚至訂閱了你們頻道 即使你正在做直播 走上去訂閱頻道 Youtube的版面 也看不到有推播 到最後 最尾聲 他才擺出來 不知道是不是有時候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大家有時候會看看 都是差不多時間 一至五的時候 大約是11點多 手點鬆一點 未通無推 其他聲音、畫面 那些OK 好 今天也要講講講 小示範 拯揚 你的聲音 靠 你 有 支援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